港式鲍鱼干杯咸肉粽,自己制造,材料丰富,加入了原石鲍鱼,提高了美食的层次,香鲜野味,糯米绿豆,软绵绵,很好吃! 首先请大家订阅这个频道,分享和点赞! 看看有什么材料,材料表就在这个视频下面的info box 糯米去皮绿豆和花生洗干净后,就在不同的盘子里用清水盖过面,浸泡它3个小时后,拿干水份,然后糯米和绿豆用各自的调味料搅拌均匀备用 梅头猪肉洗净后,就用厨房纸抹干去腥,切成半寸厚的丁块,加入调味,搅拌均匀,放在冰箱里腌3个小时以上,最好腌2天,味道会更好! 冬菇洗净后,就用调味料搅拌均匀,用清水盖过面浸泡过夜,用干水份,然后去切丝 烧烧热一个平底锅,然后加入2茶匙的油,用中火将冬菇丝炒香,约2分钟,取出 我们洗净干贝虾米,分别用清水盖过面浸泡,干贝就浸1小时,虾米浸半小时,然后拿干水份,每一只咸蛋网就把它切开为业,鲍鱼就在罐头拿出来 它有很多酱汁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将酱汁备出来,鲍鱼用来包肿 冬菇丝,我们就加了少少的鲍鱼酱汁,大概6-7汤匙的鲍鱼酱汁,拌一拌它,等它有些底味 梅桃猪肉在冰箱里面腌了两天,拿出来翻农一下,这样做的咸味是会均匀一点的 我们用水把种叶洗净,然后加入清水盖过种叶面,要用一些重的东西,把种叶压在水里面浸2小时或以上,最好能浸过东西 将种叶放在大煲里面,用水盖过种叶面,加入1汤匙的油,加过用大火烧开,转中小火,煮30分钟后就关火 让种叶在煲里面焗到水冷却,再次将种叶两边洗净 看看有什么材料,有糯米,绿豆,花生,瑶柱,小干贝,大虾米,大瑶柱,虾哥,蛋黄,栗子, 我们醃好好的梅头猪肉,我们的原质鲍鲍鱼,还有冬菇 顶部有个硬骨,所以基本上我们要将这个部分剪掉 有很多尖尖的东西,我们也将它剪掉 总叶用厨房纸擦干净,还有抹干一下,两边都要这样做 这个有硬骨的就是在外面的,这里平滑的就是在里面的,即是材料会在这边包的 两块叶就并排,叶的顶部就在上面 三分二的叶搭上来,就摘五分二上去 整个阔度的四分一,在右边的位置就向上摘 再说,三分二的阔度搭在另一块叶,就用五分二的摺上来 这样,它就成为了一个三角袋 这次我就放入一斤半的糯米,一斤的绿豆,放一点的花生 我们几片的冬菇,三数只的虾米,三四粒的瑶柱,四五粒都可以 放一只的鲍鱼,在中间,有一粒栗子 头一味呢,我们就放我们的咸蛋黄,还有我们的猪肉,放一点的猪肉 我们又加回一汤匙的木豆,一汤匙半的糯米,糯米就最好盖过的材料了 轻轻按压一下,第三块的种叶,又是滑的那边向内 加一块种叶在三角袋的两边,使到种叶的边是加高和加阔的 然后就把种叶摺好它之后,就收好旁边的口 这里是一个垂直位,我们就把材料移一移 把上面多出来的种叶,打平面向后摺,收好上面的口 就把一条的绳,大概是六尺长 用左手的食指按压着绳的中间 用绳的一边就在种叶高打两个圈 用左手的大拇指按着一边的绵绳 就用绵绳的另一端在种叶的另一边 上下局打一圈,然后打结收后 这条绳可以再长一点,不过不要紧 我们刚刚好,就打成一个死结,打得够实 这个绳可以去到七尺都可以 我的绳是因为是幼绳来的,所以我就是把它打伤 这个种就包好了,就把所有的种都包好了 把包好的种就排放在一个大煲里面,注入清水 盖过所有的种,加盖用大火将水烧开 然后转中火再煮三小时 期间就需要加入滚水,确保这个水是时时盖过所有的种 中火加盖煮了三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从锅里取出煮熟的种 种去了种叶就可以切开享用 记得加一些鲍鱼酱汁,在原只鲍鱼上高 切开来吃,好幸福 港式鲍鱼干贝咸肉粽,材料丰富 鲍鱼干贝提升美食的层次,鲜香美味,很好吃 小厨Sandy,推介绍各地美食烹调,记得订阅啦!